观众朋友欢迎您回到娱乐漫谈 我们在三月份访问到中医师朱丽周 谈到的甲状腺的各种的表象 今天我们继续要访问到朱丽周医师 朱丽欢迎你 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其实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呢 是我比较不熟悉的一块 这个叫做静银疮 所以它从西医的角度又是湿疹的一类 对 但是我们中医的名称静银疮 其实就是湿疹的一个部分 就是说它是一种疮 但是湿疹它是一片的 但是这种疮它会流水流黄水出来 这个就很恐怖了 然后它又痛又痒 对人很难受 它成因是什么 成因就是我们身体的湿太重 或者是我们的湿热太重引起的 它这个湿在我们身体里面或者含湿太多 没有地方走就从我们皮肤发出来 所以我们常常听到湿疹很难治 其实西医是很难治没有什么方法 它要么就是给你查内固绳 对内固绳 唯一的方法就是内固绳 然后看你如果是像这种静银疮 它是红色的而且会发痒发痛的话 它一般就给你吃抗生素或者是消炎药 但是越是这样吃的话 其实我们身体是越消耗的越多 其实我在临床最近就有个小孩子 20岁左右 他就吃了抗生素和消炎药吃了很久 在看西医的时候 他最少看了半年 他都没有好一直还是发红流水 他小孩已经精神都快崩溃了 它是很严重的 很严重的我跟你说 那个胸口是一片一粒一粒的 好像那个钱币大的一粒一粒的窗 你见过没有 背也是这样 所以他这种胸和背 对一打开把我给吓的 我虽然我见识很多 但是我也觉得他这个窗而且特别厉害 就是说我当时我看到他外面的衣服都已经有水印 所以他特别难受 晚上不能睡觉 他很难受的 因为背也有胸也有 比如说躺着睡背疼 也不能趴着睡 趴着睡 全部都难受 呼吸器官等等 而且那个水这样流 他很难受的 这个很严重了 很严重的 所以他看了西医 看了大半年都没有什么进展的 吃那么多消炎药 反而把他自己吃得很虚弱 我跟你说 他很怕冷来的时候 照理讲的话 他这种窗是红色的 那我们中医肯定是判定他里面是有湿热重的 对 一般我们来讲 我们都是要用到无味消毒散这些东西 去针对他里面的热跟他排出来 但是他这种情况当时我看 我说我如果再用凉的药去的话 那他会更加难受 因为他已经怕冷得不得了 然后你怎么开始给他医治 然后结果又是怎么样 那我就跟他医治 那我就跟他喝了一些黄芪水 黄芪可以脱龙的 他不只是补气的 所以我跟他用了一些黄芪 然后再加一些针对湿热的 然后皮肤的低肤脂 或者是白血皮这些中亚放在一起 他吃完以后 他第二次来的时候 就没有之前的那么多水多 然后就是症状减轻了 症状减轻一点 但是他还是有水 然后他跟我说 然后我就想了 我说我是这一次你还怕不怕冷呢 我这一次不怕冷了 不怕了 不怕了 他是一个年轻的人 年轻人才20岁 所以我说不怕冷了 我说行 那我今天给你改改房子 我就跟他调里面的湿热了 我就跟他加了一些凉的药进去 然后看到第三次的时候 明显的那个红色的窗就退了 这个治疗的中间是隔了几个礼拜 就每个礼拜来一次 对刚开始一定要密一点 密一点 每个礼拜来一次 然后我跟他扎针 扎针让他经络疏通 然后跟他内服的中药 然后还让他外洗 外面还洗 对外洗 这个药的成分是不一样的 每次不一样的 其实普通的死疹 我们看死疹的话 你看很多小孩大人有死疹 他的手腕手肘之类比较多 或者是脚腕比较多 所以他们这些多的时候 其实他的湿是比较浅的 你觉得这个湿疹 这个叫做静银疮 这个是不是敏感的一部分 皮肤敏感的一部分 不是 是我们里面的气血的失调引起的 那个特别是湿和热夹在一起的时候 如果他还有氧的话 还有风在里面 我们讲的这个静银疮 其实我们在死疹里面也经常见到 只是说这个窗跟死疹比来又一点不同 它是一个一个的窗 一粒一粒单独的 对红色的一粒一粒的窗 死疹就一片一片的红色 另外还有一个现象就是 失疹或者是寻麻疹 就是痒的时候洗热水澡 那个水越热 它就激发它就越痒 所以洗澡的温度也不能太高 那这种静银疮湿疹的另外一类也是这样的 这种也不能太热的水去 虽然你痒 其实我们有个错误的观点 痒你觉得热水去了 你会舒服一点 这个是错误的 但是你就舒服了几分钟 但是后来你会很辛苦 更痒 更痒 对 所以其实我们中医治疗皮肤非常有方法 非常有方法 对 有内服外服的药 外服还有外洗的药 外洗 比如我们 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点小妙招 就是说平时你如果有一点失疹的话 看到自己的手上 手腕脚腕有一些失疹的话 那你就我们后院不是经常找麻死倩 麻死倩拿来包水拿来洗非常好的效果 真的 真的 那要放很多麻死倩 这个草药是不是非常的苦 这个不用喝 就是拿来洗就可以了 太好了 你就在后院抓一把洗干净 然后拿几碗水把它包一包 然后煮它四五分钟左右 你就关火 等它稍微凉一点 就拿个毛巾进去 把那个涂在你的食枕上面 或者是用个毛巾轻轻地敷在上面也可以 你这样 你不是每天 你这样早上涂了 然后晚上回去再热一热再涂一涂 晚上再涂一涂 其实效果非常很有效 大家强调一下 我真的是这方面还蛮无知的 这个绝对不是内服的 这个是外敷的 就用自己后院前院的这种马子倩 马子倩是可以内服的 只是说每一个人的身体状况不同 比如他体虚 他就喝了以后 他人身体会更虚 因为马子倩是属于良性的 所以你还是要看你的身体 你如果想内服 你就资讯一下你的中医师 看看你可不可以内服 内服也是不错的 太好了 我们湾区著名的中医师朱丽周 给了我们好多小妙招 以及对于大家平常不太那么关注 但是一定也有很多的 观众朋友有这些问题的 比如说施疹的一类 这个静银床它会 静和银 就是说它会流水的意思 所以才是改的 这中医的名字 其实就跟施疹是差不多 但是不能画等号 但是是差不多的 好的 请在荧光瓶前 致电朱丽周医师 来做一个门准的预约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我们下次再见 观众朋友请继续收看 下面的访谈 感谢观众朋友 观众朋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